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绿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绿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Eling啊 近来见你整个愁眉苦面 究竟有什么心事啊 唉 别提了 上个礼拜我姨妈过了身咯 咦 她到底有些什么病啊 医生说她是胃癌啊 所以我要做她那份 你说啦 那做人哪里有乐趣啊 我想你也应该放下假休息一下才行啊 还好说啊 上次我去泰国啊 以为可以玩得很开心啦 谁知呢 我又肚恶 有一天在泳池游泳啊 还结果伤风啊 你知道啦 我一向有鼻敏感的 我常常都闻不到东西的嘛 我医治了很多年的啦 又开过刀 谁知我比以前还差 其实我们现在科学的文明这么发达 但是人为什么还好像很多病那样呢 真是奇怪啦 嗯 有什么出奇啊 根据新英伦医学雜誌的一篇社论所说呢 西医呢 只是对十分之一文明人的病是有帮助的而已 那那些到底是什么病来的 主要是一些意外啦 创伤 断骨 流血不止 皮肤严重的灼伤 急性脑膜炎 以及急性肠胃病 而百分之八十的文明人的病呢 就包括心脏病 血压高 脑冲血 糖尿病 敏感 皮肤病 消化系统毛病 肝病 肾病 肾病 癌症 艾滋病 精神病等等 这些都是现代西方医疗法无法根治的 哇 那剩下的十分之一又怎样呢 根据这篇医学雜誌的社论所说 原来文明人十分之一的病 是因为现代医疗方法所引起的 是吗 例如说 用错药 药的副作用 无谓的开刀和手术医疗检查意外引起的 我整天都以为现在的人真是幸福 生活在物质那么文明的社会 没错 现代科技虽然带来很多生活上的方便 但是都会令生活节奏加快 造成很多压力 工业革命造成环境破坏 污染我们的空气和水源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食物 除了数以千计的食物附加品之外 现代的大企业式种植方法 因为需要大量依靠化学肥料和农药 令土壤变得更加频繁 种出来的蔬果营养 含量都大不如前 对人类的健康造成极大破坏 是吗 我还以为现在的人 比以前的人更健康些 嗯哼 你有没有兴趣听一些惊人的数字呢 好啊 你说些给我听 嗯 现代的文明人 49%是患有慢性病 其中五分之一的患者年龄 是在17岁以下的 54%的人是死于心脏病或者血管病 在美国每25秒钟就有一个人心脏病发 而每45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脏病而死亡 哇 真厉害啊 嗯 想不到吧 还有啊 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 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成员患有癌症 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有精神病 而根据世界精神健康服务组织 全世界有2500万人 因为服食精神病药物而导致脑部受损 还有啊 77%的成年人患有风湿或者骨折染 一半人口是有消化问题 十个啊 有九个就有便秘 四千万美国人患有敏感 三十万香港人失眠 每年美国就有五亿次相疯 平均四岁以下的小孩子 每年相疯有八次那么多 哇 我还以为只是我姐姐的儿子才那么疼 还有啊 有一亿五千万美国人是有暗疮 濕疹 脱头皮 皮肤痕症这些皮肤问题 而每二十四小时至三十六小时之间 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美国或者英国人 是服用医生配方的药物 而每五个服食药物的人呢 就有两个是有副作用的 哇 听起来 这个问题都挺严重的哦 那现在的人应该怎么做啊 嗯 由于文明人的健康问题越来越严重 全世界各地现在正兴起一种风气 就是回复自然医疗和传统的医疗 估计在西方国家采用自然医疗的人数 每年的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七 其中包括各阶层的人 包括英国皇室三代 荷里活明星Tina Turner 无敌女金刚Lindsay Wagner 伊莉莎白泰莱 都是采取这种自然的医疗方法 喂 讲开又讲啊 讲起自然疗法了 我呀最近认识了一个 在加拿大回来的自然疗法医生 他很有趣的 他呢 本来是一只骨神经科医生 后来呢 就去了美国 加拿大 德国 和印度 再深掃同类疗法 所以 嗯 所以现在呢 他就一身兼三职 嗯 现在还是同类疗法医生 这个人挺有趣的 那你有没有兴趣认识他 好啊 我也有很多东西想问他 好啦 那你就跟我来吧 早晨 袁医生 这个是我的朋友阿波 我们刚刚刚讲起有关医疗的问题 有很多东西都不太明白 我们想来请教你 阿波 啊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到的 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了 哦 袁医生你好 我是阿波 不客气 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到你们呢 袁医生 首先呢我想问一下 什么叫做自然疗法 它和现在的西方医疗有什么不同呢 医疗是可以分成两大主流的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西医 在医疗系统里面呢 是属于一种叫做对抗式的医疗 自然医疗和对抗式的医疗 最大的分别是在他们的哲理 和他们对疾病的观点 对抗医疗 当人呢 是一副很复杂的机器 但这副机器呢 也都有很多不完整的地方 需要元代的科技方法去维修的 人类的疾病 往往是由外界的因素引起 例如病菌之类 而人是没有办法对抗这一类的侵杂的 当人患病的时候 就会产生疾病的病征 而我们是需要借助一些化学的药物 或者外科的手术 去将这些病征控制或者割除 而病人往往以为病征受到控制 或者一刀病除 就等于疾病已经好了 而且还认为病征去得越快就越好 而他们都相信科技的进步 是能够带给他更加的健康的 自然医疗是采取一种整全的观念的 我们认为人是有一种治愈的能力 一种生命力 或者中国人所说的气 这种气是不断维持我们的健康 疾病是由于我们身体的气受了干扰 而失了平衡而产生的 而导致疾病最主要的原因 是我们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引起的 当我们身体过度消耗才会受到病菌感染 要改善健康 我们必须要改善不良的生活习惯 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之中 我们是会采取一种所谓极低侵犯性 和没有毒素的方法去增强病人本身的抵抗力 在自然疗化的立场来看 化学药物和开刀只会更加干扰身体的平衡 除非必不得要才好采用 而我们对身体的病征 亦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 一般人所见的病征 其实是身体一种抵抗疾病的方法 可以说是身体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过分去压制病征 是会将疾病更加深化 由本来的急性病变成慢性病 医生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一位导师 因此除了医病之外 他应该是教导病人如何回复健康的生活 真正防止疾病的复发 袁医生啊 刚才你说病征其实是人类的朋友 我还不太明白 如果你吃错东西 身体会有什么反应 会呆 还会呆 那你想想 为什么你身体会呆 为什么你身体会呆呢 身体是要借助这种方法 骤髒的东西更快排出体外 即是当我们的鼻哥受到尘埃刺激的时候 就会打黑切 而这些都是身体避免外来刺激入侵的方法 没错了 当我们身体受到感染的时候 我们会发烧 身体其实是借助温度 直接将病菌消灭 同时 体温的增加是会加速身体的伸晨代謝 加快白血球的防御活动 哦 原来两派的医疗是那么不同的 怪不得有这么多争论 其实争论也不是不好的 有多点争论 就让消费者有多点的选择 听完医生你这样说 传统的中医针灸 跌打 推拿 气功 都是属于自然医疗 没错了 而西方的自然医疗呢 亦都包括同类疗法 脊骨神经科 草药 营养疗法 断食疗法 水疗很多种的 所以西医不是单单指我们所熟悉的 对抗式医疗的一种 其实医疗是非常之多元化的 说起多元化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想心一层 我们是有很多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比如天主教 基督教 孔教 回教 佛教 我想只是一种宗教信仰是不够的 怎样 就算是交通工具 也有很多种 我们有尖端科技的飞机 还有汽船船 地下铁 小巴 即使那么多种 其实各有各个用途 我们不能单单靠一种交通工具 其实在几年前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都曾经作了一个宣言 他们希望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 全球人类都能够得到健康 他们认为 单单只靠对抗式医疗是不足够的 我们是需要提倡 传统的医疗或者另类医疗 今时今日 全球大多数人 所采取的是另类医疗方法 可以说是占80% 说起来说 找交通工具 和宗教 就很容易 但是如果要我们自己 去选择医疗方法 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一般人都不知道 西医以外的医疗方法 袁医生 你认为 究竟一般的市民 应该怎样才可以选择到 有适当自己的医疗方法呢 首先 你当然一定要清楚 你自己的目的 如果你是想争取健康 你需要明白 到底健康是什么 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作出的定义 健康是精神 情绪 身体 和社交愉快的状态 而不是说没有病就是健康 或者可以这么说 健康是精神 情绪 你身体都没有受到局限 或者约束 嗯 袁医生 我都不太明白 什么叫做没有约束 或者没有局限 如果你有痛楚 动得不方便 又不能吃东西 那你说 是不是身体有局限呢? 我明白了 即是说 如果你经常都不开心 愁眉苦眠 情绪波动 那就是情绪有约束 如果经常充满恐惧 害怕青 成人不记得东西 那就是精神受到约束 那就是精神受到约束 没错了 你们完全答对了 另外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你了解 你所接受的医疗方法 是否真的帮助你呢? 它是一个美国同类疗法医学之父 所定立出来的 这个叫做Hurling的医疗定律 是由Dr. Konstantin Huring 定立出来的 在这个医疗的定律说 当一个人在传愈的过程之中 病症是应该由身体的上身向下身走 由身体的中间向四肢走 由身体内部的器官向外面走 而旧的病症呢 是会以相反的时间漸漸地消失的 嘩!好像很复杂那样的 我都还不太明白 可不可以再给我几个例子呢? 譬如如果一个病人 患有风湿骨痠的毛病 而他是吃着风湿药 在几个星期之后 骨折就没那么肿痛 但接着他就患上坏癢 接着我们就用另外的药物去医治这些胃病 而当胃痛受到控制的时候 病人的情绪又变得抑鬱起来 经常都无精打采 根据Hurling的医疗定律 病情其实是由表面四肢 向中心内部的器官移动的 最后更加令到病人情绪 精神受到干扰 其实病情是更加深化了 更加严重了 不是说越来越好 哦!我又明白些了 不过还可不可以给几个例子我呢? 又譬如有一个病人患上了酵痠 而你在他的病历里面 是发觉到 原来这个病人小时候 患有皮肤病的 当时他是用外敷的药膏抑制了 接着病人很容易患伤风 或者喉咙痛 而由于不适当的医疗方法 慢慢变成了气管炎 最后更加变成了酵痠 如果治疗的过程是正确的话 病症应该是倒砖地消失的 即是说 酵痠慢慢地可能变回到 支气管的问题了 接着呢 伤风喉咙痛有可能出现了 最后皮肤的问题可能会再度出现 结果呢 就慢慢地消失了 而病人呢 也都会回复精神 情绪身体的愉快状况 那这种医疗方法呢 才是真正可以说是有效果 彻底回复健康的医疗方法 哦 听起来都挺有道理的哦 还有几个概念都非常之重要的 我们要明白得到 哪些医疗呢 是属于抑制的 哪些舒缓的 取代的 或者在新的 你说抑制的医疗呢 我就听过了 但是其他那些 我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你可不可以解释清楚一点啊 要明白抑制的医疗呢 首先我们要清楚身体不同的阶级的组织 人的健康是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的 最高是精神的阶层 跟着呢 就是情绪 最低呢 就是身体的了 在精神上健康的人呢 是宽容大量 和是无私的 头脑也都清醒灵活啦 情绪健康的人呢 在情绪稳定 但是也都能够感受到 喜怒哀乐的情感 而不只是倾向于极端的反应 是啊 我认识有些人呢 其实他们都全部没有感情感的 健康自其啦 那很多人呢 还硬硬啊 压抑自己的感情呢 可以这么说啦 百分之八十文明人的健康问题呢 是与情绪有关的 身体上健康 就是说没有痛楚啦 或者没有不舒服 还有身体所有器官 和组织呢 都完全运作正常 我们也将身体 分成不同的层次喔 一般来说 身体内面的器官 和数量比较少的器官 是比身体表层的器官 和数量多的器官的 嗯 让我猜一下 那脑应该是最重要的啦 因为一个人只有一个脑 而脑呢 又有坚固的头颗去保护 那心脏也当然是最重要的啦 因为呢 心脏也只有一个啦 还有心脏呢 就是比有两边的肺 和分开几叶的肝 和两个腎 那我们的腸胃是很长的 那应该比较上 是没那么重要啦 我们的肌肉 骨骼 和我们表面的皮肤 是很多的 那都是没那么紧要啦 就算部分受到损伤呢 都是不足以致命的 啊 你真聪明啦 当身体的毛病 从表层的器官 譬如皮肤关节移动到腸胃的时候呢 好似我先头所说的 风湿骨折研究的例子啦 这些呢就是属于抑制的医疗啦 很明显啦 坏处是更大的 而当我们的皮肤问题 查了外敷药膏 而演变成为烤喘 那这些都是抑压医疗的结果 那 袁医生呀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什么叫做舒缓性医疗啊 其实很多医疗的方法呢 都是由舒缓开始的 尤其是当我们身体健康 仍然是好的时候呢 我们用止痛病去减轻头痛 塗药膏去滋怨的皮肤 用些抗敏药收干鼻水 他们只不过是处理些不舒服的病症 而没有处理到基本的问题的起因 当我们身体仍然是健康的时候呢 这些表面的病症呢 是能够不断的复发的哦 为什么呀 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过 身体的病症其实是身体 帮助恢复健康的方法 健康的身体呢 是会用流鼻水这个方法 将刺激的物质冲出体外的 而健康的身体呢 也都会借在皮肤将毒素排出体外 所以我们会发疹啦 生瘡啦或者出浓水啦 很多人以为我们的肾 是为一个将体内 身陈代謝污物排出的器官 其实皮肤是排泄的功用是很大的 而通呢 亦都是一个警讯 当我们长期服用药物 令到身体虚弱 我们身体呢 就是会失了这些排毒的机能 而病情呢 就会更加深入 影响我们身体内面的器官了 所以在健康的时候呢 身体会不断呢 尝试将毒素呢 是排出体外的 而直至到身体 身身正正正衰弱的时候呢 我们就失了这些这样的排毒的能力了 于是呢 我们以前所见的病症呢 就不会再复发了 而我们呢 就以为呢 我们的病呢 就好了啦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那即使说 本来的舒缓法 是会变成抑压性的医疗啦 就是要视乎病人的健康情况而定啦 那但是 什么叫做取代医疗呢 当身体出现问题 而没办法制造身体需要的物质 或者荷尔蒙 而我们需要倚靠外来的供应 来维持身体正常的运作 这些就是属于取代医疗啦 例如呢 例如我们用甲状腺素去治疗甲状腺不足的毛病 注射移倒素去减轻血糖 服用荷尔蒙药物来处理 苦女闭经的毛病 那有什么不妥呢 第一 你可能一生要倚靠这些外来的物质啦 第二 长期用这些外来的化学品是会有副作用的 而长远的疗效呢 也都极有问题喔 新症的医疗呢 是要恢复正常的运作 令到器官再次生产身体所需要的物质和荷尔蒙 例如 你那间制衣厂里面的机器坏了 你是不是应该是想办法修理好这些机器 令到这些机器能够再制造衣物 而不是一味靠外来的入口来取代 因为不用很久呢 长期荒废的工厂呢 是会更加难医 恢复生产的 哦 原来真正的医疗 是要令身体器官 恢复正常的运作和平衡 而病人是应该感觉到 在精神、情绪、社交都有愉快感的 那最重要呢 就是经过一段的时间 病人是不需要依靠任何的药物或者治疗 那这些才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说开又说啊 袁医生啊 其实真正医疗是不是都挺难的 是啊 根据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 真正健康的人 其实只不过占百分之1.4的 这么少呢 令到恢复健康最大障碍的是 那些人对治疗的过程 那些错误的观点 你是指什么观点啊 那一般人呢 都希望若到病除啦 越快越医好就越好啦 其实 说开又说啊 那都是无可口非的 哪里有人会喜欢忍受痛苦那么久呢 但是问题呢 就是这些这样的期望 是会导致病人寻找一些错误的方法 或者不肯去接受一些 虽然是比较慢 但其实是有真正疗效的医疗方法的哦 但是其实 又很难分辨 什么叫做正确 什么叫做不正确的哦 当你很不舒服 或者病到 就来要死的时候啊 那你都没有心机去慢慢分辨啦 喏 如果你肚痛 你吃点鸦片 而痛楚立即消失了 那你会不会说这种方法是正确的呢 那当然是不会啦 所以呢 虽然呢 能够将病症消除得快 你未必是真真正正帮助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的 你可能会更加伤害你自己的 正如有些人 没有精神 就用咖啡 或者浓茶的方法去提神 睡不到觉就吃阿棉药 那我也同意的 喏 我们也可以将病症 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的哦 急性的毛病呢 是指自己身体 会自己医好那种 譬如 一般的伤风感冒啊 发烧啊 肚痾 或者 如果你不医呢 就会死的哦 譬如一些 交通意外啊 撞到身体烂了 一般的伤风感冒呢 是身体解毒的方法来的 譬如 在我们过时过节的时候 伤风感冒是特别多的 因为那些人 在过节过时的时候 大饮大食 也都没有充足的睡眠 而令到身体累积了很多个量的毒素 身体是需要借助 伤风感冒啊 发烧啊 肚痾啊 这些所谓急性的病症呢 将毒素有效地排出体外的 如果我们经常抑制这些病症 或者没有好好地处理一些 所谓在成长期儿童的传染病 譬如水痘啊 生榨塞啊 麻疹啊 而令到毒素长期聚绩在身体里面呢 我们的慢性病呢 就会出现的了 大部分文明人的病呢 都是长期毒素累积而引起的 因此在治疗的过程呢 身体要将这些毒素 不断地排出体外 因此在慢性病的病人里面 治疗过程呢 是可能会令到他再度出现一些 伤风感冒 肚痾或者皮肤出疹的问题的 或者觉得特别疲倦啊 想睡觉啊 好少在康复的情况里面呢 是完全没有波折的 那 即是说 这些是不是人家所说的好转反应呢 是啦 但好可惜呢 很多病人 在这些好转反应的时候呢 就急不及待地 将这些这样的反应 抑制了下去 而因此妨碍了传遇的过程呢 既然慢性病 是要经过长年累月地累积而成 那 那吉公近利的方法 当然是行不通啦 还有啊 很多时候病人 当身体的病症消失了呢 就停止继续医疗啦 不要好好地 将身体健康的储蓄增加起来 以鼻不时之需 令到身体经常处于所谓边缘的状态 一有压力呢 又病倒啦 我认识有些人 他们最初呢 就去看西医啦 医了好久呢 都医不好 那些药物呢 又没有效用了 那跟着他们又转去看中医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 身体又好起来啦 那当他们有急性病 出现的时候 又用回西药 好奇怪哦 本来已经无效的西药呢 现在又变得有效啦 那 还可以将病症消除 那为什么呢 那大部分药物呢 都是有一种刺激的作用的 当我们身体在健康的时候呢 药物的刺激 会令到我们身体的运作加快 而将病症消除的 但是由于长期的刺激呢 会令到我们身体衰弱啦 跟着呢 药物呢 就会失了效果的 但是由于正确的调理 令到我们身体又健康起来的时候呢 那这些刺激的药物呢 就会再能够生效啦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小孩 是不是病得很厉害 不是单单只看他 流多少鼻水 和他发烧的温度 最紧要呢 是要观察到他的行为 和他平时有什么分别 很多时 本来一个开开心心 虽然患了伤风 流鼻水的药物仔 如果你用药物 硬硬去和他收干了鼻水 和他止咳 这个药物仔可能会变得脾气 吻疹 无晒精神 或者无精打采 其实你可能已经将身体的毛病 压迫成情绪和精神的毛病了 哦 我明白了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精神病人 每七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精神是有毛病的 这些很可能是长期抑制方法 所造成的后果 是啊 我还认识一些女人 自从被人割了子宫之后 情绪又变得很抑鬱 又不稳定 还经常有莫名其妙的恐惧 失眠 还对性生活失去了兴趣 但是 阿Po 我们回想一下 如果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做手术 要开刀的时候 如果不及时开刀 有可能会无命的 是啊是啊 袁医生说那怎么办啊 当然啦 无可否定 开刀有时是一定需要的 尤其是在意外 或者身体受到创伤的时候 譬如你需要开刀 将一粒子弹拿出来 或者将破烂的血管折剥它 但可惜 很多手术都是被滥用了 根据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 一份报告说 美国每年有240万无谓的手术 11900人因此而死亡 而这些手术也花费了成50亿美元 另外一些报告又显示出 原来82%的美国的女人 在他们未到70岁之前 已经被人割了子宫 而很多研究显示出 这些手术 95% 也是无需的 那扁桃线又怎样 袁医生 我姐姐 现在考虑 可否让她的儿子去割扁桃线 真正需要割扁桃线的时候 是当你的扁桃线 更大到妨碍的病人 呼吸或者饮食 而你试过其他的方法都无效 当然其他的方法 不只是用培尼西林 或者消炎丸 中草药和类医疗 营养疗法 其实都是应该有效的 扁桃线可以说 是我们身体的第一个防线 可以说是一个警钟 表示身体是有问题 比如好像当一间屋热火 火警钟响 火热车赶到现场 而消防员入屋 就将火警钟炆了 就收队回去一样 其实真正的问题 是仍然未曾解决的 其实身体上每一个器官 都是有它的功用 不应该随便被人割除 当身体缺乏了一部分的器官 就会更加失去平衡 会令到健康更加难恢复 其实当一个医生说要开刀 其实即是表示他医不到 等于当你的手指有问题 或者潰烂 医来医去都医不好 我割了你的手指 你可不可以说医好了你的手指呢? 是的 那就是等于说 如果我们头痛 会不会切了头呢? 一刀病除 其实是很危险的想法 开刀可能只会引起新的问题 开刀之前 其实我们应该收集多些资料 听多些意见 考虑清楚 才作好决定 阿波 嗯? 其实医疗手术 我想真是很危险的 最近呢 就有蔬菜氧气那件事 你都知道的 是啊 还有啊 每三千的人 接受全身麻醉 是会有一个人脑部受到损害的 会更加减受四年 咦? 想起 其实选医生都很重要的 我最喜欢选医生的 嗯 其实医生的外貌 和他的医术是无关系的 好的医疗 是需要病人的 详细的资料 和他 肯不肯花时间 明白你的情况 不是 乱地和你做些检验 或者检查 可以说 百分之八十重要的资料 应该由病历那里拿回来的 还有啊 记住啊 医生的定义呢 是导师 因此一个好的医生 除了医病呢 其实应该要教到你 怎样过回健康的生活 和要解答到你的问题 但是啊 袁医生啊 很多时候呢 那些医生连个药名 都不告诉你啊 阿婆 你是消费者来的嘛 你有权知道啊 你知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啊 每一年有很多人 都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药 当发生问题的时候啊 救都救不了啊 啊 我记得呢 小时候那时啊 有个同学告诉我啊 她去看中医的时候 她妈叫她 不要说给医生 有什么病啊 好像想考考医生 聪明不聪明 现在想想 其实这种做法是很笨的 我最近在一份杂志看到 美国每年做一百亿次医疗试验 美金花费一千至一千五百亿左右 占医疗消费总和的三分之一 原医生啊 你对医疗检验有什么看法呢 很多人有一种这样的心理 他认为医疗检查是代表尖端的科技 因为做得越多就越好 可以真真正正找到问题的根源 可能很多病人是需要人对他的关怀和关注 在进行这些实验的时候 很多人的注意力当然会集中在他的身上 会令病人觉得自己重要 其实很多这样的检验呢 是不是真的需要 和他的准确性有没有危险 我们都应该知道的 近日我们都知道有个病人 因为做神的检验 对注射的药物发生敏感而死亡 其实呢 在接受盐料检查方法里面 每20个人是有一个人 会产生所谓严重的副作用 比如严重的呼吸问题 神衰竭、神经错乱 在美国每年因为接受这些这样的方法 引起的敏感 死亡人数是大概200到800人 近来更有迹象显示 这些颜料也会破坏人的遗传掩饰体 其实医疗检查是有很多选择的 比如在检查胆食方面 如果你是采用X光的方法 而用口服的颜料呢 准确性是只不过大概13%至30% 但是如果这种颜料是用直接注射的方法 而不是吞用的 准确性是会增加到50% 但是如果你是用超音波方法 准确性是可以增加到97% 以及这种方法是比较安全 说起超音波 近年来好像一些孕婦 好呢 好时兴用超音波去检查自己的 以为可以帮他生出一个比较健康的BB 根据美国 苦产学院1981年一份技术的报告 根本未曾有一个完整的研究报告 证实过 对所有产前的孕婦作经常性超音波素描 会改善出生婴儿的质素 而很多动物的实现更加显示出 超音波是会阻持神经肌肉的发展 干扰情绪和行为 改变脑电波出现不正常的发展 和会减低BB的生存率 而试管实现更加显示 遗传因子会受到改变 其实我们不知道超音波对人长期的影响 我知道啊 很多女人每半年或者一年 都会去做子宫抹颈检查的 袁医生啊 你的看法又怎样啊 在一个大型的社区研究里面 其中包括二百万的女性 接受了二千万次子宫抹颈检查 其中有一百分之一 即是二万个女性 是会被发现是真正有子宫颈癌的 但是一百分之二十 即是四十万的女性 是会出现所谓假扬性的问题 即是说根本是没有癌症的 但检验创意地以为 它们是有癌的细胞 咦?袁医生啊 什么叫假扬性啊? 即是说根本是没有癌症 但是检验创意地以为 它们是有癌的细胞 那就惨了 即是说很多人做了很无谓的手术 还有啊 每四个患有子宫颈癌的女性 是以前经过检验都检验不出来的 更加有趣是另外一个大型的研究 它是加州一间健康保险公司 以及纽约州根据二十五年 对一大班人的调查 发觉每年做例行身体检查的人 以及一些有病才去看医生的人 比较 发觉两种人的生病率和死亡率 没什么大分别 哇 那说法 检查身体没什么用? 那医生刚才你说这么多女人的问题 我最近有很多男性朋友 常去做很多心电图 去防止心脏病 那又怎样? 最近有很多医学的文献 显示出 运动心电图的准确性 是低于百分之四十 即是说 一些已经有心脏病的病人 測到的机会是低于一半 最大的问题 就是那些所谓假扬性 是高于百分之七十 在一个政府赞助 和二千人的研究结论 他们说 运动心电图 在预测心脏病是没用的 如果你还认为 你不能放弃这些这样的检查 你先听下去 在每一万次 运动心电图检查里面 有四个人会有心脏病法 其中一个人因此而死亡 阿波 回答你刚才所问的问题 身体检查不是说没用 其实在进行每一种检查 一定是要有一个目的 很多万无目的的 例行检查的出错率是很高的 嘩 越听越得人害怕 但是 有时候病人真的需要做医疗检查的时候 究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去减低意外呢 在做任何检查之前 病人应该可以问三个问题 第一 这种检查的准确性是怎样 好的检查是需要80%准确的 第二 这种检查的意义和危险性 有意义的检查是针对少数的疾病而做的 还有 你当然不会去冒很大的险 而得到一些没有意义的资料 最后要考虑到检查的结果 是怎样影响治疗的方法 如果无论检查结果是怎样 医生都是采取唯一的医疗方法 这种检查是所谓无谓的 哦 那很多人以为例行身体检查 是一种预防工作来的 其实 例行身体检查 不是一种真正的预防疾病的方法 往往就算检查到有问题 都已经太迟了 例如 在子宫抹颈检查 进行了好几十年 近日的资料显述 子宫颈癌的死亡率 是没有因此而减低的 真正预防应该在饮食 和环境方面着手 其实 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资料 可以帮助我们 做真正的预防疾病工作 我们是不需要有那么多疾病的 那但是Paul 你刚才所说的数字 又说现在的文明人的疾病 是不断地增加的 是啊 我刚才还未曾告诉你 根据美国健康教育福利局的预测 在2000年的时候 所有文明社会的人 会患上一种或以上的慢性病 而医疗服务的需求 会不断地增加 即是显示 人的病是多了 听说 现在每七个人 就有一个人 是依靠疾病工业维生的 如果全球人类都健康了 很多人都会失业的了 我想真正令人健康的讯息 都挺难出街 说开又说 我最近有个朋友 告诉我 她妈在医院里 本来到了准备出院的时候 但是她去接她出院的时候 她已经无缘无故死了 袁医生 你对医院的看法又是怎样呢? 早期的医院 是要来收容一些无家可归的病人 但发展到今时今日的医院 已经变成了人生必经的地方 你生在那里 但你亦死在那里 其实医院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根据外国一个报告 每十个住院的病人 有一个会医院里面感染到以前未有的疾病 其实医院服务也非常旺贵 在香港要照顾一个病人住院一天 纳税人是要付出六千元的 哦 袁医生 今天我们真的学了很多东西 得益不浅 我们需要慢慢消化 我们日后可不可以再来请教你 和你学习正确健康信息 没问题 下次我们再聊 拜拜 袁医生 拜拜